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个男人最怕的 而且基本上听了都会下面发凉的一个话题 就是肾结石手术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就之前 因为我之前讲我得了两次肾结石 做了两次手术 但我之前给朋友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听一半的时候就都说 你别讲了 我下面疼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话题 你看这些两性话题其实它并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健康科普的节目 我自己在17年得了一次肾结石做一次手术 然后去年22年做了一次 所以相对也算是有过一些经验 我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成功的 不是成功的经验 分享一下经验 肾结石它正常来讲不是一个大病 比较普遍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事 所以如果是注意好的话 能够避免非常多的这个痛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我先说一下病理 包括是大概的手术的情况过程 为什么叫男人听了都会疼 都会怕 最后呢 我们在后面再说一下 一些注意事项 治疗 包括费用 一些很多干货 所谓肾结石呢 咱们用白话讲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吃东西 吃完东西以后呢 经过胃 然后呢 包括喝水 胃经过肾 然后肾是排水的嘛 肾完了之后到尿道排泄出去 那人吃东西多了 那很多的食物啊 他就会剩这个残留残渣 那残渣呢 进行化学反应之后呢 你就会结成块嘛 那当这个人呢 喝水少 他又不排出去的话 可能就沉淀在这个肾里面了 那我们那个肾呢 和那个肾到你排尿的那个 那个中间的阶段 它是有一个数尿管的 那这个数尿管呢 一般是在 大多数啊 是在六毫米左右 所以这个 当这个石头呢 当在肾里 结到六毫米以上的话 或者六毫米后 有的可能五点多 它就下不去了 因为你肾和尿道中间 只有这么细的一个管连接 所以呢 当然这个石头卡住了 那相当它就下不来了 你就排不出去了 那你就要处理它 因为你不处理它 会有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呢 就是 它会非常疼 因为你肾里在一个石头 它大概会动 上下动 上下会撞 那就非常疼的 我看你的臂吗 对对对 当然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是出现非常疼 有的人会没有反应 我第一次就没有反应 你是少数 我是少数 第一次没有反应 我听说好像已经是 跟生孩子的那个疼 有一拼了 是的 我觉得还好 还没有手术疼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如果这个石头 就是堵在这个口 或者是堵在这个管之间 比如你的输尿管 是六毫米 那你的石头 可能也是五毫米六毫米 那卡在中间的话 那你长期人喝水啊 什么的 水下不去 就容易在肾里面积水 那这个就是更严重的后果 如果你肾长期积水 你的肾就会成一个大的气球 那这样的话你的肾长期 可能几个月就会衰竭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衰竭之后的话 大家都听过一个叫尿毒症的病 基本上 所以它会危害你的生命的 所以很严重 我们最后说这个发现 那到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怎么去处理呢 一般就是几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 就是医生会告诉你 多喝水 多运动 就是你多喝水往下冲刷 然后平时多跳着 跳神啊 我也跳了一段时间 让他自己的通过物理的这个方式 让石头去 对对 让石头去排下去 那同时呢 再给你开的各种药 比如说据说化石的消炎的 因为你石头在你的身体里面 它会有炎症嘛 消炎呢 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但这个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 当然有的人是成功的 因为有的人石头不太大 他正好是很小的 卡在中间了 疼 吃睡药啊 活着活着就下来了 那如果长期下不来的话 也要不就是不能 不能走路了 或者疼的 只能在床上 不能正常生活了 或者你长期积水了 那这种情况 就必须要手术了 因为这种情况 你都没法继续 你疼可能还没有关系 但你长期积水的话 你石头 你的肾里面一直有水 那你可能过三个五个月 你肾就废掉了 就要切肾了 就要切肾了 所以非常可怕的 那你就必须要手术了 那手术的话呢 一般现在的话 也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打孔 就是在你的肾 从外面打一个孔 然后呢 用机器进去 赶紧石头处理掉 第二种呢 就是无创 因为你打孔你要开刀嘛 你想你肾里打一个眼嘛 第二种呢 就是从你的尿道 因为我们人通过这个肾这个通道 可以从你 你要到你小弟弟那个口进去 你知道吗 正常的进出口 对对对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所谓叫这个 输尿管手术 那当然这里面又分析很细了 这个一讲就大了 软镜啊 硬镜啊 咱们今天说一个大概的 那通过这种输尿管的方式去进去 第一种呢 属于这种有创的这个手术 所以一般都不太建议 而且创伤比较大 所以现在呢 更多人选择的话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而且更多大的医院会推荐做输尿管手术 因为相对来讲 它是不开刀的 它从你的这个尿道管进去 一个机器 然后呢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把它打掉 把你石头打碎了再排出来 相对来讲的话 人受到苦 但你的身体的损伤 要比开刀的那种损伤 相对要小一些 相对要小一些 但是也是有损伤的 不是没有损伤的 那要不要做手术呢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取决于你的石头 你的现在的症状了 如果你无法正常的生活 每天疼的要死要活的 那你肯定要做手术给它处理掉 更重要的就是你发现 你得了结识了 而且你拍B超 B超就可以查出来 有没有积水 一定最关键的影响你生命 影响你最大的事 就是积水两个字 只要你做B超 你的肾没有积水 问题都不太大 只要睡到 你听到有积水这两个字了 你一定要引起重视 就核心就是不能让肾长期积水 导致肾衰竭 我们刚才讲到手术了 那基本上我做的都是 输尿管手术了 主要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手术前 医生会告诉你 你要再往你的身体里插一根管子 一个人小的 非常跟快比快的 还要细的一个人小的软管 这根软管呢 干嘛用的呢 它是插到你的身体里 让你的身体从尿道到你的肾之间通畅了 把肉都撑开了 因为你身体都是肉嘛 撑开了就有这个缝隙 可能过个一个月左右 它留着一个缝隙 等在做手术的时候 它积息去你就比较好进去 就比较通畅 你也可以选择不插管 就直接上手术台 你也可以插管 插管的好处就是手术成功率更大 如果你不插管 你没有这个管进去 那手术当天 如果它在积息进去的时候进不去了 那个输尿管太窄了 或者你身体有各种问题 手术不好进 就不给你做了 可能因为当天可能就是你会给你麻醉了 发现不能做 你白麻醉了 你可能再会给你留一个管 在手术的时候给你留一个管 然后呢 你再等一个月再做手术 相当于有这种风险 那我第一次手术呢 我第二次手术选择的是直接做 第一次手术 我觉得保险 选择先插管 我选择的先插管 让身体有这个通道更松弛了 好做手术成功率更高了 再进行手术 我专门问了 我说插管这个大夫疼不疼啊 这个大夫说不疼 你就正常工作正常干嘛 我就信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插管 插管就是 他会给你开个单子 你去另一个部门 然后进去以后的话 说给你打麻药 其实不怎么打麻药 就喷了喷 对就给你喷了喷 然后你人的患上 他需要你穿的衣服 躺在一个机器上面 就跟手术使的 然后躺在机器上面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折腾你下巴 他们干嘛呢 他们拿一个铁丝 一个长铁丝 直接捅 直接捅到小弟弟 直接捅进去 然后捅到你的肾里面 然后在外面 应该再套一个管 应该大概这个意思 听了疼 对 所谓的麻醉 其实就是没有 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麻醉 那个痛苦 你就想吧 然后 失去多长时间 我觉得五分钟吧 五分钟吧 人生我没有想到 就那么痛苦 那你叫了吗 叫了 而且好几个女的 你都会 第一次 问题是这个 我中间排队嘛 进去有前半进去 我在排队后半 还有人准备着 我看好多有老年 有经验 都差了好几次了 差了五六次 六七次了 你知道吗 是吗 你在那算年轻的吧 年轻的 然后呢 你查完管以后出来 就基本上动不了了 就走路 我记得我第一次 那简直跟死一样 你想你肚子里 果然多了一个软管 这么细的一个软管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呢 插这个管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它帮你把身体里面 撑开了 有这个空间 有助于你做手术 第二呢 就是你插了这个管了 你之前要不要不堵了嘛 有的人有积水 因为我之前积水 就比较严重了 那你插了这个管之后 它就会把你以前 肾里存留的积水 排出去 它有助于你排出去 所以只要你水 你虽然没有做手术 有那个石头 但是你有那个管辅助的 帮你把肾里的水排出去 那就证明 那个时候你的肾 已经没有太多危险了 当然你肾 就是没有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 你先保住肾 所以呢 虽然痛苦 但是它是非常有作用的啊 当你插一个月管以后 那第二步呢 就医院就通知你可以住院了 先住院以后 先看两天 待两天 这两天呢 给你验血呀 看你有没有什么 这个其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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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一些疾病呀 然后呢 根据你这个情况去 针对手术的这个 要不要做手术 比如你高血压啊 血糖啊 等等的这些问题 给你调整好之后 正常的手术呢 就是你上手术台 给你麻醉啊 麻醉的话呢 我第一次 我跟麻醉师 我就躺在那儿 给你推在那地方 然后慢慢给你做准备 你就等着 然后麻醉师讲说那个 呃 你好 我是麻醉师 然后给你讲一些叙致 我知道了 我说这个麻醉的时候 您告一下 因为我没体验过 麻醉是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我说好的 麻醉我告诉你 然后他给我一个照 我说你吸 好我吸 然后我吸完 吸完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吗 就醒了 就瞬间就回了 对 吸完以后我就不知道 怎么就睡着了 然后醒来以后 就是手术做完了 应该一个多小时 一两个小时大概 他们干嘛了呢 就相当于他们是 呃 在手术的时候 会进一个机器啊 这个机器有硬管软管 呃 取决于你在 你的石头卡在的位置啊 来决定用软管和硬管 当然这两个管的价格不一样 这个我们在之后 大概讲一下 这里面很多问题啊 水非常深 呃 用机器通过进入你的身体以后 到达 就是通过你的小弟弟进入以后 到达你的肾部 找到那块石头 然后把它打碎 打碎之后 它一般不取出来的 好像啊 我记得第一层也取出来一些 会给你取出一些 呃 但是也会残留一些碎的末子 让你自己去排 打完以后 出来啊 这个过程 其实手术就结束了 它听了比较简单的 但是 其实我们最后再讲 它的风险也会有的 那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 你醒来了以后 你的你的下边就会多一个锡盘 你的小便都是通过你 你的你的下边有一个锡盘 接力个管 相当于是尿袋 你的尿会自然会排在那个袋里面 是吗 这两次都是这样 对对对 你是没有自己排线的能力的 我这挂的少了 我挂一个 好多我看 他们得这个蓬黄癌的 其他病的 夸好几个袋了 又是输液的 输营养的 又是排血的 排好多东西啊 挺可怕的 那基本上这个情况会持续两天左右 两天以后呢 会有个护士 给你拔那个锡盘 就是你小弟弟上有个大锡盘 那个是也超级痛苦的 那个 就拔的时候也痛苦 超级痛苦 这个 这个感受特别 这个味道滋味特别难受 当时 插的那个管 等于还没拔呢 没有拔呢 插的那个 插的那管 他在手术的时候 已经给你换掉了 就是你在手术的时候 你麻醉以后 他会把一个月前插的一个管子 给你取出来 这个中间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然后他会给你 用机器进去 做完这个挟持手术之后 把机器拿出来 再会给你留一根管子 再会给你留一根 给你插管 一样的一个吸管 用于之后的排 这个排水 排石头 那你术后以后两天了 你会拔第一个这个 这个尿袋的这个管 因为两天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自主的去小便了 你就不用 又通过那个尿袋去 排你的这个尿液 说的有点恶心 然后呢 基本上你在住院 休息个三五天 一个多年期 这个时间你 你小便是都是血 你尿都是血 因为你毕竟 它机器进你肚子里 你肯定是要死 有损伤的 那你出院以后的话 你的身体里面 还有一个管子 就是你做完手术以后 他会给你留一根管子 这根管子会 你在家里再休息一个月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用于有助 你排石头 因为你刚做完手术 你身体里好多尿 数尿管都是破的 你不留管子的话 它就长住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更危险 它如果数尿管长住了 中间各种的 会对你这个 你又造成二次积水了 所以必须让它保持通畅 出院以后呢 基本上再过一个月 你再要取医院 去拔管子 这个拔管子 从开始这个 最开始那个插管子 是一个意思的 就是你坐在手术台上 好几个护士 然后呢 给你喷点 喷点所谓的这个麻醉 然后呢 就从你的里面 直接拿一个 拿一个机器 就直接生桶进去 然后直接扒出来 一根铁丝一样 就是你感觉 你身体里有一根铁丝 抽出来了 抽筋那种感觉的 这个 这个过程也是五六分钟吧 我觉得是五六分钟 如果是做这种手术的话 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怕疼的话 你就别插管了 你就直接上手术台 反正麻醉嘛 麻醉完了以后 八管 八管是疼的 手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疼一次 如果你要是不怕疼 你就为了手术成功性更高 你就插管 八管 中间手术 相当于疼两次 就这区别 这两次我都经历了 所以呢 这个是 所谓这个 输尿管 其实手术的 大概的一个过程 所谓得肾结石呢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 我个人经验的一些干货了 首先呢 就是如果是 肾结石这个东西呢 可能最重要的是 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你的饮食 第二呢 就是体质问题 像我们日常的一些饮料呀 碳酸饮料呀 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 那个把那个碳酸饮料 煮的那个视频 可以看一下 因为碳酸饮料里面 非常多的糖啊 所以碳酸饮料 只要饮料 都是都是不要 尽量不要喝的啊 我都断饮料 断了好多年了 包括是多盐的 多糖的 多脂肪的 都不要 都要少吃 说白了就是清淡饮食嘛 就最不好吃的东西 最健康嘛 好吃的东西 都基本上不健康 然后呢 同时呢 就要多喝水 我基本上 现在就是 手术那段时间 前后吧 每天就是三千 毫升吧 对啊 三千毫升 水是非常重要 你长期要喝的 而且必须要喝 干净的水 对 这个也是 你水质 也是一个问题的 我们基本上 以前都是打这种 矿泉水 送那种矿泉水 每天一通 后来呢 先麻烦家里装那种 净化的那种设备了 同时呢 饮食呢 多吃蔬菜呀 水果呀 这些都是正常的 但还有一个就是营养 然后均衡啊 千万不要极端 不要只吃一个东西 你像蔬菜里面 像菠菜 含这种草酸的 因为 甚至是有这种草酸 草酸钙的东西 是什么 我得就是草酸钙 这也是 你像菠菜里面 都含很多的 所以 作为蔬菜来讲的话 你也要挑选的吃 每一项 含的一些东西 也要注意 都是焯水 会去掉 但是有很多草酸 可以 如果你觉得 我也想吃各种蔬菜 我不想那么麻烦 去看哪个 能吃哪个 不能吃 那你在所有蔬菜 做的时候 你都要拿水过一下 我现在每次做饭 只要是遇到 那个绿蔬菜 我都得拿水过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 起到作用的 像我们 我们说一下 这个 我们如果发现 因为很多人呢 得结石的话 他会疼 有感觉啊 我得了结石了 医院开药 但有的人是不疼的 没有感觉的 我第一次 是在17年的时候 我单位 当时好像 我记得要求体检 我就去了 他拍壁钞的时候 那个人就跟你讲 因为他拍壁钞 他当时就能看到 他说你这个有积水 有结石 我说我从来没有 没有注意这些方面 他说你最好去医院看一看 因为他的体检部门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 但我没有疼 他说你没有疼的感觉 我说没有 都有医院积水的 还比较严重 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去医院人家告诉你 你这已经积水很严重 再不做手术 你可能肾就要 帅节废掉了 给我吓了 我就当时就做了 第二次呢 我是有一天起来 我感觉特别疼 疼了一天 肚子疼 就膀胱也疼 肚子也疼 疼了一天 我觉得应该 跟那其实有关系 这个疼 是不是跟你 闹肚子那种疼 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 它是怎么个疼的感觉 这个怎么疼 就是你的 肚子里有一个东西 就是来回撞 就拧着疼 拧着疼 然后第二次呢 我是有疼的感觉 基本上我又呆了 我说看一看情况吧 疼了 我又运动运动 喝喝水 两三天还是那样 两三天可能下去了 感觉好一点了 然后呢 过了几天 我老婆说 你还是去医院复查一下 因为我这病 每年 每半年都要复查嘛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又卡住了 这次有疼的感觉的 所以呢 有一部分人 是没有感觉疼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感觉疼 你也没有体检 那其实他已经积水了 但你没有感觉 但是过了 比如说再过三五月 半年一年 你忽然有症状了 你再去医院 人家大夫可能就告诉 你的肾已经衰竭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不过说 我不疼 没有事就没有 就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我就没有结实 说不准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还是要半年一年 做一次体检 大概的基础的体检 你像B超 就能看到你的 有没有结实了 你的肾有没有毛病了 积水是很重要 下一个呢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是结实的话 对于医院的选择 大夫呀 包括治疗方法 废物 你怎么去 这些问题 怎么去处理呢 我第一次的时候 当时不懂嘛 现在还岁数还比较年轻呢 当时呢 就是因为我有积水 所以当时大夫呢 就说你就直接手术吧 所以我们也不懂嘛 就直接就手术了 就遭了这次罪了 插管 手术 拔管 第二次呢 这次呢 我得了以后 我没有直接去手术 因为核心就不想遭罪 所以呢 我们 我就又看了好多家医院 我觉得医院和大夫 我觉得有十个了 十来个有了吧 来回去看 基本上每个人说的也不一样 方式也不一样 手术的方案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怎么讲呀 这个 这个就是医院的选择吧 当然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还是最好要选一个 你能够选择的 相对最好的 比较专业的医院 相对啊 他们只能说相对嘛 如果你医院没有选好的话 或者它的技术不是特别好 你做了这个数尿管 它风险都会很大的 我看网上呢 有人出现这种 你做数尿管 从你的尿道进去以后 它可能技术不太好 或者是等等原因吧 它会把你的数尿管就碰破了 你的数尿管就损坏了 那你数尿管损坏了 你以后你相当于 你小便 你尿就不从数尿管出来 你从数尿管中交就漏出来了 那你这个人就废了 你还得做数尿管修复手术 非常麻烦 很多医院给我们提手术 要求了 我们都没有去那医院去做 所以呢 你一定要选择 你相对能选择更最好的医院 而且呢 不一样的医院 大医院小医院 它的费用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 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不过因为小医院 反而有的时候 小医院收费作用还特别贵 我们说的是医保之后的 医保前医保 其实都一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选择医院的话 还是一方面 最主要就是你要是碰对了一个好医生 真的就是太想要了 是 但是谁能 谁有那个条件呢 是不是 你能够判断的就是你要选一个相对更大的正规的医院 对 你能选三甲 你可能不要选非三甲 就这意思吧 三甲里面也分 你这个排名可以自己去找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上不上心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上心力可能多沟通几个医生之后 可能对你的一些方案来讲 对 可能会更有办法 对 关于费用的话 其实也是 就跟我们讲了 大的医院小的医院 其实费用差不多的 但是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大夫 给你用不同的方案 会导致费用的这个高低区别 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问题 有的大夫呢 就给你用比较复杂的手段 用的 因为手段不一样 他设备都不一样 你用的设备耗材不一样 费用都不一样 刚才我老婆讲的非常对的 就是还是要多沟通 就是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有个就中国有个传统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都不爱去医院 从我父母那一代小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老一辈父母的父母啊 就有没有这个爱去医院的这个传统 可能这个这个都以前都比较穷嘛 因为一去医院就是 你去的医院就人火了钱没了 或者是你不去医院呢 也是人没了钱还在 这还好的 你更多的还有都是 人没了钱也没有 本来就没钱 所以就都是恐惧去医院的 其实我们也不用过于的阴谋论啊 就是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啊 但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啊 只有你自己能负责啊 所以不管任何事情 还是要多去了解收集信息 综合去决定 是吧 你任何东西都不用极端 你不要听某一个人的 你还要多方面的去考虑 所以呢 对于这个我们说过来这个病啊 所以这个病呢 有几点 第一呢 就是说多体检 你有问题早发现 早处理 任何大病 基本上都是拖出来了 所以预防最重要的 对 不包括 不仅包括这个 包括癌症啊 肺癌啊 都是从小病 你不看 你就拖多多拖几年 可能就变成肺癌了 或者其他的 甚至有的都不是拖 都是不知道 发现 那不就是拖吗 那不就是拖吗 他不知道吗 他就往后拖吗 所以你还要 还是要体检 是蛮重要 虽然 这个我们也别站着 双花不腰头 我非常了解的 就是说很多 家庭是没有 不愿意承担这个费用 因为确实 他体检也是有费用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这个 还是要综合考虑 因为毕竟 你这个费用和你 后期真的出了大问题 那个钱就不是钱了 当你发现了 其次就是 你发现了自己生病了 你还是要多查阅 多了解 你不要把你的生命 交给别人 代表你说怎么办 都OK了 我看了十几个大伙 每个人说都不一样 每个人说的解决方案 都有差别 我最后对 我还没说 我最后选的 就是还是我 第一次手术病 往上医院同样的大伙 都已经熟了 都认识了 那刚才讲的 第二就是要多 去了解各种信息 因为现在互联网 很发达了 你要根据医生的建议 根据你自己的认知 去综合 去判定 你要怎么 处方啊 你是否要做手术 做哪个手术 怎么做 选谁做啊 等等的 很多的问题 最后呢 就是说 还是要把这个病魔 要扼杀在摇篮里的 所以这个人的饮食啊 做习规律啊 包括运动啊 还非常重要的 是造成你直接这些影响的 就是好吃的都不健康 不好吃的都健康 做习规律啊 少于这个 这个多运动 都是挺累的 谁也不爱运动 那没有办法 其实你看有的 就是有的老人 八十九十的 你看他们其实也什么都吃 也挺 也什么毛都没有 八九十了 但是呢 他们就是有几样 他是不吃的 比如说碳酸饮料 比如说这种零食类的 这个一定是少吃 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喝水啊 就没有现在这种 我都是那种 那种 就是那种打水的地方 然后那管子出来 就直接喝了 以前没有感觉到 那个水不能喝 但现在又不行了 现在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几十年前 当时的饮食 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商品社会的 都是添加剂 各种东西 那食品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对吧 食品问题 所以呢 这个还是要多注意的 饮食 饮食 不愚弄 这个大话题 不过你怎么讲的 就是咱们说的 这么多 我们有一个亲戚 这个是 可能四十多岁了 然后呢 这个功夫也很好 然后 就是没事经常提球 已经四十多岁 经常比较大 就是提球 我说 我看您那个 这个身体真好 真爱运动啊 是吧 然后我们就觉得 他特别健康 特别爱运动 特别保护身体 后来我们发现 就是 其实是得了一次大逼 他俩没挂了 你知道吗 所以包括我身边也是 我们家亲戚也是 很多都觉得 就是饮食 这么健康 这么注意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戒烟 什么的 我们得出一什么结论呢 就是 不是说 谁都有自控力的 有自控力那个人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遭罪的 就是真的自己 只有自己 得了病 自己 知道问题出现了 才注意 而且还得是 让他 感觉到危险的 对 让他害怕了 所以你说太多了 有的时候也 也没有用 得自己尝试了 才知道怕 是吧 那好吧 那这期我们就 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